大家好,我們是十九兩院館 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本來我們不是要這麼大排的 只是由於地震的關係 對 我們在高鐵坐了三個多小時 是 抓到說不出話來 說不出話 對,然後一到的那一瞬間大政說十九兩到了嗎 我大喊到了,所以我就馬上走上台了 酷 我一光 我本來的造型還有頂帽子 但我現在忘記戴,我直接頭上台了 好 好 算了,有缺陷的Live才是 美好的回憶嘛 說得更好 假戴啦 有人又給你帽子耶 其實就在旁邊啦 微貓 林北不愛灌啊 今天我們要說一首歌 今天我們要說一首歌 欸 什麼叫做說一首歌咧 欸 欸 其實這是我們一個故事裡面的一首歌啦 欸 這故事呢 主要就是因為隔代教養的關係 所以有個阿公跟他的孫子感情非常好 在我們這個十年代 阿公跟孫子感情好 就是會有一些特別的回憶 因為兩個人都很任性 好撇開這個不談 之後他就開始長大 然後又自己的工作了 而有一天他看著阿公跟院子裡的杜鵑花 然後發覺阿公比杜鵑花還矮了 他忍不住有點 想說唉 人老了嘛 但沒想到 再過了三天之後 發覺阿公又再更矮了 但是 奇怪的事情來著 阿公並沒有聰谷 那他怎麼會比杜鵑花還矮呢 於是他在冷靜著在觀察了三分鐘 三天之後 三分鐘也太誇張了 這故事很快就結束了 他在冷靜著觀察三天之後 發覺阿公是以等比例變小 沒錯 就像遭到縮小症一樣變小 不是班傑民的那一種 是縮小症的那一種 他開始覺得有點憔慮 而他的阿公感情非常好 他又非常喜歡他的阿公 延遲 他並沒有去工作 每天帶著阿公求神問福 還到那種奇怪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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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些江湖宿室 藍兒 聽起來很像 細說台灣的配偶 藍兒 在山上的時候阿公問他 阿公問他 阿公 你怎麼都沒去上班 阿公 我煩惱你的身體 我換一點好了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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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 但是你知道阿公 也非常愛他的孫子 所以他跟那種 農林仔 阿公 阿公 那種 怎麼這麼傻 阿公 阿公 做工作 讓我 補一個真相 沒錯 這就是阿公的愛 阿公也是愛他的 所以他希望他 可以好好的去工作 可以好好的去 他自己的人生 阿公只是慢慢變小而已 阿公的生理機能都還蠻好的 所以在那個奇怪的山頂上 阿公跟他的孫子 搞成一個共識 就是他們慢慢的兩個人 一起去 迎接 阿公慢慢變小的這件事情 是 喔 是 這個問題問得好 台下觀眾問什麼 其實 你要聽我仔細 威威道來 這個孫子跟阿公 回到家以後 孫子又回去正常工作 他發現阿公的身體 健康上面 真的是沒有問題 除了現在他要自己 拿遙控器都拿不到 因為他變得越來越小 是那種等比例的縮小 然後他就後來就是 阿公每天中午都要看天天開心 按不到遙控器很困擾 所以呢 他就會把他放在一張桌子上面 然後方便把他放好了 吃的東西 遙控器都放好 然後阿公呢 他有時候被這個風吹一下 他就吹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有時候 他要吹到 我會回家 下班來 找不到 阿公 阿公 阿公你在哪裡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因為阿公變少了 所以他的身帶也變少 真的就變高了 他從一個馬克杯的後面走出來 阿公已經像馬克杯那麼高一樣大了 到後來 他甚至每天只要放一粒米 在桌上 阿公就會吃飽了 就這樣子 其實他們的日子還是過得滿快樂的 他很珍惜跟阿公一起相處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當他回到家 他再怎麼喊 可是都沒有聽到阿公的回音 他找不到他的阿公 可是他相信 就是 他還是會在家裡的每個角落都放上一粒米 因為他相信 阿公其實並沒有消失不見 只是阿公變得太小 他找不到他而已 可是他在家裡 沒有這麼高 不是 沒有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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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啊 不是 沒有這麼高 高啊 他都沒有很高啊 高啊 這個好像是對的 冬日的早晨 苗角陽光被淋碎 熙熙花開黑夜 早晨午點鐘 你起來交換 你在你的外套裡 我暖我的衣裳 而我也看向你看的陽光 像冬日的那樣交在悲傷 花都那麼美麗開朗 視線可以如此美亮 我常常都會在兒公的院子裡 放他的那些盆栽椒花 然後我會坐在兒公最喜歡住的那張藤椅上面 這個時候有時候 太陽剛好灑在我的背上 那個溫暖的感覺 就好像阿公就站在我的身邊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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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也看向你看着的阳光 此时你走在我的前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